資訊,那我們現在要來分析的是 超台港澳變電石祭典的A池 剛剛看了一下就是B池在3月16日開啟 但是目前公告還沒有放到他們的技能組 所以就先只分析A池的部分 這次的話A池的部分一樣是25池 首池,70抽保底 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300抽可以自選天啟 應該是這樣 300抽自選天啟,大紅跟豐厚的話是10個 炎帝跟小顧會是30個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炎帝的技能組 管理者5是攻擊型 藍轉紅爆彈特大 三回合藍黃轉紅爆彈掉落 自身攻擊力提升5000 參加一般攻擊 到解除前自身攻擊力提升5000 CG的話是給予單體激烈傷害 一回合紅屬性提升攻擊力750 那被動1的話是破砲爆跟破障礙 被動2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是暴風激烈強化 然後C珠生成救急縮短 被動3的話是自身攻擊力提升10000 被動4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而且一回合破壞15顆以上C珠的時候 紅屬性角色參加一般攻擊 那炎帝的話基本上就是個 又是個純粹的攻擊特化級 那說句實在的話 他這樣子疊攻擊力的話 開技能可以穩定先疊個20000的攻擊 加上被動嘛 所以基本上長度攻擊的話 假設啦 基本長度攻擊是20000幾號 然後如果你技能多開的話 一回合攻擊力是可以到40000 不過說句實在的話 炎帝的技能組反而在團戰也沒什麼優勢喔 團戰的話因為攻擊力上限是15000 變成說其實團戰的話 主要還是要靠高倍率的追打會比較有效用 所以炎帝的話只有100%自身攻擊 即使他平常的攻擊機質常駐是可以到20000起跳 但是會因為關卡限制 變成說只會限在15000上面 所以變成說炎帝的話我不太建議他去打團戰 所以我不會把他定位在團戰角色 不過他應該還是現階段攻擊力疊攻最強的疊攻能力了 疊攻750 那基本上應該會是新一代的台行戰神 而且自身在頭又有救急收藍跟暴風機列強化 然後你主動機再配個暴風機列強化的情形下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穩定是炸滿全版啦 就是變成說空炸的問題 就算你手機沒有辦法從上面往下點 你應該也是可以穩定的全部炸完 那藍黃轉紅爆彈這部分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有... 基本上像比較主流的另外兩個疊攻角色 第一個就是火女王嘛 一個就是浮雷 那浮雷的話是禁王 然後火女王的話是藍掉落彈 所以跟他其實有一點點小衝撞 就變成說你的爆彈會變得不會太多 所以變成來說其實炎帝的話 反正就是主要配洛西會是最重要的 那配洛西去疊攻會是最重要的 打排行的話應該會是這樣子上去用他 那現階段來說火屬性的前頭洛西角色其實比較少 我記得是沒有其他屬性的多 那基本上最便宜的最常見的應該... 大家最記得清楚的應該還是以精爵版的才神啊 不然就是... 或者是有可能會需要用到弗萊銘 然後配火女王去禁射珠去硬炸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變成說其實炎帝的話 我會比較定位在排行傾向 那他的主動技的其他... 他的被動的話我覺得以打團戰而言是沒什麼效益 然後... 然後... 周回的話因為沒有太強大的減西滴 即使... 他的被動... 在周回上面應該是有不錯的效益 但是我覺得可能... 應該不會太多人想要... 把他的99... 把他弄到99吧 我覺得... 上限是會跟瞬一樣高 我覺得上限會跟瞬一樣高 因為他這樣子炸的話 平砍會很痛 他平砍會很痛 但是他沒有像瞬的那麼強大的輔助性能說 還可以全體減西滴壓之類的 所以變成說... 炎帝的話會傾向是... 平砍王 那要搭配的話我會建議打達文西 那基本上就是... 可以穩定的輸出 然後加上他的主動技 變成說其實他配達文西的話 傷害會相當的噁心 那其他支基本上都OK 那還玩劍隊也不是不行啦 反正就是你平砍就溝通 他其實平砍就很痛 然後又有疊弓啊... 什麼的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的攻擊特化機 然後... 平砍王啦 我覺得會平砍王啦 那個開技能爆發 反而比較不太會需要用到他 我覺得他平砍的效益會比較好 就是你周回的時候 你也不用花太多技能在他上面 跑運算要跑很久 不如用平砍 比較實際 那第二支的話是... 影之全程大紅 移動物UN技巧型 那三維的話是... 減少敵方單體剩於HP40% 黃跟特殊珠以外轉成C珠 然後兩回合黃鼠連鎖黃跟紅珠 然後解除前黃鼠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1000 那被動1的... CG的話是給予單體特大 然後以自身回復力特大 然後以自身HP最大特大 然後解除為止黃鼠性攻擊力回復力提升20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害跟破跑跑 被動2的話是自身技能縮短4 然後黃鼠性技能短2 被動3的話是最終階層自身-3 黃鼠-2 被動4的話是... 自身在前頭發動技能時 一回合自身技能回合縮短6 然後現發動一次 基本上他的定位其實就... 呃... 他的被動技能就是全部都是在-CD啦 但是我覺得以他的技能組其實... 連續狂開也沒什麼用處 第一個點就是在於說... 呃...他的兩回合連屬喔 黃紅珠沒有在自身頭的時候... 對... 就是變成說... 他在自身頭開一次 可是... 兩回合後他在第三位 所以他就算在第三位開的時候 還是要等六回合 那變成說他還要再等兩輪回到自身頭 然後才能這樣子開 所以其實變成說我覺得大紅的被動4 效益反而沒有那麼好 即使有40%的直傷 那可是我覺得其實... 說句直傷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狂三 因為狂三的話... 第一個他的直傷就是有優勢 他的優勢就是在於說... 自身疊弓 然後... 很痛的直傷加上全版炸版 那...基本上現在那種... 台版官方又很喜歡把那種血線很厚的敵人都放直傷無效 所以變成說砍40%也沒什麼用處 因為我記得... 英雄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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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要50啦 呃... 然後... 好像也是... 破傷嗎? 那這樣關卡有機會嗎? 嘖... 我不是很確定耶 因為變成說也是要上去試 才有辦法說... 才能... 才有辦法說... 大紅有沒有機會去... 再替麒麟上去打 因為變成說我記得他是要砍一次50 還是砍一次40 砍一次50 我記得是要砍一次50 然後... 所以變成說大紅要開兩次50 呃... 開兩次砍40 但開兩次砍40就變成說你剩下6回合 你就有一回合沒有辦法 你就變成說講難聽點就是他的CD變8啦 就是變成說會因為使用上的限制 他會有點被受限在CD8的意思 所以變成說其實大紅的話 我覺得用起來的感覺... 可能沒有辦法像狂山那麼... 直...好爽 對...因為狂山的話 基本上我相當喜歡拿他來周圍 就是進王關基本上 呃...巫師級的血線的話 或者是超巫師級 你只要前期的攻擊疊得夠高 基本上你就是兩發直傷 就是可以直接可能就可以帶走兩條鞋 或帶走一條鞋 就變成說你王關可以只要一回合就可以處理掉 我自己是相當喜歡這樣這種爽快的用法 變成說大紅的情形 會變成說他沒有那麼好的好使用 那但是如果打一些高難度關卡 像是那個英雄的價值 然後就是一定需要用直傷去跟他耗 那變成說大紅的上場率就會變成說 一定要強制做球的情形 大紅才會比較有機會上去 那基本上以這個技能組而言 我覺得被強制做球的可能性蠻高的 因為他的這個技能組...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需求的話 是不會上他 因為我覺得以他的狀況就是需要做球啦 不然我平常也不太會想要上他 如果說永久疊攻疊回 那我直接上班固就好 他還有全體減CD 每一回合每一回合減 那其實還比較實際 我覺得啦 至少我會比較...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用班固 不是班固 班招 我可能會比較想用班招 上去跟他耗 變成說大紅的話 就是一定要強制做球 除非真的是關卡弄啦 不然我覺得平常應該不會看到他上去 至少大概是這樣 那基本上由於因為小顧跟豐厚的技能組 還沒有被釋放出來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 小顧跟豐厚的技能組如何 因為台本很難拆包 而且就算拆包我也不會講啦 就是變成說...不好推測 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會建議說 如果你已經鐵了心兩邊都要抽到 你就是已經鐵了心你就是都要抽到 那我覺得你炎帝就拚了啦 你如果炎帝拚了 那你就可能... 你就這邊都抽的差不多 你剩下就可以再拿去拚小顧 那如果你只能選一匙抽的話 我會建議你觀望一下 因為3月16號是禮拜一嘛 基本上你忍個手忍個三天忍個四天 這幾天就只要登錄然後農農活動 就完全不要點開轉蛋機 然後不要看公告 然後你就是... 就是等到3月15號中午 看技能組出來的時候 再決定AB詞你要選誰 到時候我會再出一部分析 但我... 禮拜天都要上全面班 所以... 出來的時候可能都已經是3月16的中午啊 或是早上 才有辦法弄出來分析的影片 可能大家要等一下變成說 到時候再決定說 到底要抽A詞還是抽B詞 因為... 我全都要的一定有 那... 我沒有辦法全都要的人也一定有 所以變成說 如何投資如何關注是很重要的啦 所以變成說 我不會建議馬上就拼掉 因為... 後面的... 不確定性太高 所以就大概是這樣 好那喜歡我今天的分析影片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就幫我分享出去 就這樣子囉 掰掰 所以... 我現在也要拍一張 有多指定的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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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